随着本地物流业数码化 政府表示 接下来的三到五年 近一半的物流业员工 或约三万六千人的工作将有所改变 这些工作需要重新设计 一些职务甚至可能被淘汰 来跟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44岁的王福斌原本是一名军人 他前年加入新科物流 希望能在物流业掌握商业管理知识 最新的就业情况报告指出 政府对物流业的56个工作岗位进行调查 发现当中30个职位将出现至少中度变化 随着物流业开始采纳科技解决方案 新的工作岗位也出现 例如数据分析和管理职位 一些需要大量人工 且重复性高的工作逐渐自动化 包括仓库助理在内的职位 日后或被淘汰 货运检查员等职位则将通过科技增加效率 雇主能通过重新设计工作来吸引新的员工 并保留现有的人才 同时员工必须提升技能来胜任 更高价值的工作 年纪比较大的员工 不要气馁 学习新技能需要一步一步来 陈时龙指出 一些职务的改变或许过大 因此他鼓励所有员工 同上司和雇主一起制定技能提升计划 部长说计划无需快速完成 而是可以考虑小步进行 因为这样的小幅度提升 同样是良好的进展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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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